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小北百貨賣的東西 真的說實在有夠怪的 你要是找不到的東西 基本上在那邊可以找得到 譬如說這個 剛才說如果要喝一個酒 你還要去小北百貨 要一個酒杯給他 你如果小朋友要放煙火 那邊居然也有賣煙火 仙女棒 仙女棒 那個叫金剛棒 仙女棒比較小 金剛棒比較大 這個台北京幾乎很少賣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在家裡面 你如果想不到說 這到底去哪裡買的話 晚上要耍浪漫的時候 搞不好去那邊 就去小朋友打貨就會有 你什麼時候會耍浪漫 不是我說有些 原來他半夜就是去買那個 所以這是不是有一個 市場區隔 小北百貨的話 可能偏重於顧客群的話 是稍微比較難性一點的 南部 而且比較南部 像我有一次去那邊買工業電扇 工業電扇的話 然後在南部 南部才會有 工業電扇 就大梯 南部很多人都坐在戶外聊天 喝泡茶之後 工業電扇一開下去很涼快 蔡總你怎麼講說 他們的員工的話 是不會智力滿多 對啊 如果優秀員工可以出去 當店長的時候 店長也有股份 這樣我就有忠誠度 對不對 而且每一家店的時候 員工會佔股份15% 你怎麼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